会赛节首次改为信上御佛 欢迎收看4月28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之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42天了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兵燕 新闻之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洛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31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851人 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100人 今天也有75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4,032人 魏赛节首次改为信上御佛 魏赛节又称御佛节 是纪念佛陀释迦摩尼承道的纪念日 过往的这一天 佛家的团体都会举行御佛仪式 为了配合防疫工作 马来西亚佛家总会破天荒 推出信上御佛服务 让佛友在家 也可以完成洗涤身心灵的圣洁仪式 想参与的朋友欢迎扫描二维码 下周政府可能会放宽 居民活动 国防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伊斯迈沙比里指出 国家安全理事会将在下周 发布新的标准作业程序 SOP 可能会放宽居民的活动 包括大学 人民组务 公寓 围里住宅区等等 他举例 居民或许可以带孩子出门散步 维持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 唯独具体的细节要下周才会公布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 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全球确诊人数 今天全球的新增病例有51,373人 累计确诊人数306,6303人 治愈人数新增34,879人 累计治愈人数92,2641人 新增死亡人数3,756人 累计死亡人数21,795人 居家南敖 英国是疫情重灾区 目前仍处于封锁状态 一名男子为了打发时间 每一天都在自己的身上增加一个纹身 他说他会这么做 是因为要给自己一点生活的目标和方向 人如果没有了方向 就会不知所措 他计划在身上流出一个空位 用来闻自己不久后将出事的孩子的名字 迟来的婚礼 40对新人通过考验 疫情隔离期间 由于夫妻日队业队容易出现争吵矛盾 导致家暴事件频频发生 甚至掀起了离婚潮 但之前中国有40对新人 成功通过了疫情的考验 在墨甘山举行了因为疫情而推迟的婚礼 这些新人当中 有前线人员 也有基层工作者 以及志愿者 美军正式承认UFO视频是真的 美国曾经流出几段捕捉到UFO的影片 而国防部就在星期一承认了其中三段影片都是真的 这些影片都是运用了红外摄像机来拍摄 我觉得即使是待在家里 我们也要留意外面的时事 要留意外头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样我们才不会和社会脱节 那么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给宾宴 谢谢 谢谢学生 有部分的网民批评 学生的声音不好听 也有部分的网民以为学生生病了 不断提醒他要多喝水 其实沙哑的声音是学生的音色 我不认为只有声音好听的人 才可以做广播 同时我也不认为 只有歌声好听的人 才可以唱歌 YouTube是一个平民化的平台 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发光发热 如果你也喜欢播报新闻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或许你就是我们下一个的主播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兵燕 我们明天见 这是条气局不平漫长未知的旅途 看同学都已明诚历久 多少次的无敌自容 但对不起我还没有打算认输 想放开 我想离开 再大阻碍 再多有泪 再痛的伤害 不想放开 不需要谁来提债 也许现在 也许未来 只剩一片空白 这是个无价的消耗 并在这里 没有人能体谅 尊重它背后的勇气 和努力在 没有人能体谅 没有人 Us 感谢观看